好 現在晚上已經到達了8點13分的時候 在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先來看什麼 先來看雷達 雷達上面我們先注意到颱風眼 颱風的中心在接近我們台灣的東半部陸地的時候 它整個移動的方向 完全開始逐漸的往南的方向走 你一定會問說 為什麼颱風在接近過程當中沒登陸 反而是開始往南移動 現在就是打轉了 大家還記得在今天白天的時候 我的氣象裡面有跟大家講過 當颱風中心接近台灣陸地的時候 有三種可能性 第一種自由過山 第二種就是高低層分離 第三種就是在打轉 為什麼 因為之前它比較偏西走的時候 就是因為北方有太平洋高壓 阻擋了它的去路 但是等它到達了秀林的外海之後 隨著因為整個台灣的中央山脈的護國神山的高度 而阻擋了它的去路 所以它開始逐漸的往南走 現在已經到達風濱的東方的近海了 所以剛剛在這個兩個小時之前的花蓮市的朋友 會感覺到風雨非常的明顯 就是因為颱風的十級風的暴風半徑 剛好就在我們的陸地上 但颱風的眼強就在花蓮東方的近海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颱風的強度的部分 大家等一下看8點半的資料 它的強度會再減弱 因為受到我們這個中央山脈對它的結構體的破壞 強度的部分會快速的減弱 那再來的走向來說 它將會偏往南之後 在封濱的外海再開始往北轉 所以大約就是之前我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大約在接近五夜前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從和平進去 或者往北一點就到蘇澳 再往北一點就進入南洋平原 你問我說為什麼要往這邊走 因為第一個像大佐水溪那個河口非常的寬 再往南當然秀古蘭西 但到不了那麼南邊了 那再來就是因為北方高壓退了 留了空間出來讓它能夠開始往北轉 那往北轉之後 當它在五夜前後進入到我們的陸地之後 就是颱風中心登陸了 登陸了之後 就會開始逐漸的進入我們的山脈地形 而進入山脈地形 預估就會在明天的天亮之前的時候 進到了桃園新竹 或者往北一點就是桃園到新北 海邊部分就會逐漸出海 那當它一出海之後 我們再來要第二個觀察重要的時間 就是在於中南部的降雨狀況了 所以講到這個部分來看雨量了 先注意到總體的雨量的狀況 你可以看到的是在台灣上空 宜蘭的降雨非常的明顯 今天一天下到了四五百毫米雨量 再來在南部的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因為整個颱風的環流場 拉過來的水氣 經過山脈的地形的阻擋 所以落雨區全部落在了中央山脈的西側面 不過這個雨量是在今天 明天的降雨狀況會隨著颱風的中心 到達了我們的台灣海峽西北方之後 整個降雨形態在南投以南 就會變得更為明顯 接著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這一個小時的雨量圖 可以注意到強降雨的狀況 仍然是在太平山地區 那另外再往南 就是在南投跟嘉義的山區 比較明顯 這一小時是20毫米的雨量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時候的整個的 颱風的衛星雲圖了 先從這張真實色彩的雲圖來看 來 我們注意 夏天的颱風叫做什麼 叫做九 來注意這個就是九 有沒有看到一個很明顯的形狀 在昨天前天 它在菲律賓旅宋島東邊海面的時候 它的九的形狀 造成了菲律賓的中部島嶼區 災情非常的嚴重 因為整個水帶被拉進來 因為停留在菲律賓東方海面 那現在這個時候 在台灣的東方近海中 要特別注意的是 當它明天進到了台灣海峽以後 有沒有順利進入福建 如果順利進入福建 整個水帶的九的形狀 就會往大陸的方向移進去 那就福建要淹大水 廣東要淹水 廣東的靠近東邊部分 那水帶會拉上來到大陸這邊 可是如果明天白天在台灣海峽 拖了一天的時間 到明天晚上到深夜以後 或者到禮拜五早上才進入福建的話 那這個降雨的狀況 就會落在我們的中部以來 所以中南部的朋友 你要特別注意 主要的降雨是在明天 還有主要的災會在明天 可能會出現 要提醒中南部地區的朋友 要特別嚴防 宜蘭跟花蓮的朋友會問說 再來明天 明天因為都被封面了 所以東半部地區 唯一要注意就是 山區的降雨狀況 在花東地區山區會比較明顯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時候的整個 衛星雲圖了 從衛星雲圖上 我們可以看動態的雲圖當中 水氣的發展在我們台灣的上空 在現在這個時候 颱風的中心 仍然是在我們東部的近海 正在逐漸緩慢的往北移動 因為正在打轉 所以未來的兩三個小時 我們要注意看它 會在哪一個位置進去 但是以秀林的山脈來說比較高 所以有可能會在往北偏之後 進到了和平 以北到宜蘭之間 登陸的趨勢跟機會比較大 因為北方的太平洋高壓退縮了 再來我們就要注意 等到明天到台灣海峽之後 南亞高壓的位置有沒有退 它沒退這邊不留空間 那颱風就上不去 接著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的路徑圖了 最新的路徑圖上可以看到 颱風的中心位置 在今天下午的時候 逐漸的打轉往南走 那再來未來的兩個小時左右 它會再逐漸的往北 之後再逐漸進入陸地 明天清晨到了台灣附近海域出海 明天中午的時候 到達海峽附近 那到了明天傍晚的時候 就進入福建 那這是比較順利的路徑 我們所以要特別提醒 大家注意的就在 明天這一段路徑當中 會為中南部帶來明顯的降雨 接著來看到潛視圖了 潛視圖上可以看到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這段路徑當中 我們要注意的就在於 東半部地區在登陸之前風雨大 西半部地區的降雨開始增多 等到明天進入台灣海峽之後 西部沿海天亮之前風力偏強 明天的白天的時候 一整天從台中南投嘉義 一直到達高雄屏東這邊的山區雨量大 下游溪水都會暴漲的狀況 所以提醒大家 防台工作不能少 今晚的話 還是現在特別提醒 就是在宜蘭跟花蓮的朋友 風雨明顯 尤其接近午夜之前 宜蘭地區的朋友要嚴加戒備 好 那這個海米呢 它帶來超大的豪雨跟強陣風 根據農業部 截至到剛剛晚間6點半的資料顯示了 好 圖上很明顯呢 有標示出來是紅色警戒 跟這個 黃色橙色警戒 你看到呢 由他們提供的資料顯示了 圖石流紅色警戒 就有54條 而且呢 大多數 來看到紅色區塊 是集中在宜蘭跟花蓮這兩個線呢 另外有兩處大規模崩塌 分別是在桃園市跟新竹縣有兩處 特別提醒了會有可能發生大規模的崩塌 那麼另外圖石流黃色警戒 全台總共有828條 分佈在13個縣市 其中呢 9個縣市 40處有大規模崩塌 那目前看起來 降雨仍然是會持續 那尤其這個雨勢的情況 會持續到明後天 提醒山區的朋友們呢 真的是要特別注意安全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